欢迎收看一六零零整点新闻 我是张静玲 疫情趋稳 今天新增二三例 死亡增加了一例 另外也要提醒 疫苗接种医院的预约 目前是开放给第九跟第十类 而登记就到待会的五点钟截止 交给周又轩 好 带你来关心到 今天指约中心是宣布了 新增了二十三例的本土个案 主要还是以双倍增加的最多 而在死亡的部分也增加了一例 不过呢 目前的疫情算是比较趋缓的 至于大家也很关心到了 在今天下午的五点钟 关于疫苗的意愿平台登记 就要收单了 这一次的前三周 都是打AZ疫苗为主 也就是说 如果你是勾选AZ疫苗的民众 在明天开始 就会陆续收到了简讯 指揮中心有一些最新的统计数据 带你来听一下 指揮中心的说明 大概上大概是完成了 到今天中午一点 有两百七十二万三千六百零八人 那里面还是以登记要打莫迪娜为多 占了百分之六十点八四 那AZ跟莫迪娜都可以的 占了百分之三十六点四七 有将近一百万人 那 那只选择AZ的有七万三千一百五十二人 那在七月十一号 昨天我们宣布之后 那重新 就是选择为AZ的 为增加了十三万七千六百二十九人 另外呢 今天也有好消息 也就是永龄基金会 还有台积电已经顺利和上海复兴签约 已经是证实购买到了 一千万剂的BNT疫苗 对此的指揮中心 有什么样的说明 带你来听一下 从开始到现在 大家非常的努力 那也有一个初步的一个成绩 那在这里 我还是要代表指挥中心 对所有签约的相关 不管是个人或团体 在这段时间的一个努力 表达我们最诚挚的谢意 那这批疫苗 如果能够顺利的进来 那相信对我们在施打疫苗的计划上 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那一千万剂的BNT疫苗呢 最快是在九月底的时候 能够抵台 不过有于呢 目前来抵达的数量 以及他的这个时间点 还是有不确定性的 也因此呢 指揮中心表示说 目前都还在持续规划 相关的施打对象 至于说现在呢 国际上面 关于这次买的BNT疫苗 还是可以给12到18岁的青少年来施打 也因此呢 指揮中心表示说 会保留一部分给学生来接种 以上为你掌握最新 将时间交还棚内 而台北市信义区 粗粗套房爆发了全聚事件 导致确诊数暴增 稍少的时候 台北市长柯文哲有最新的说明 今天中央公布的本土案例 台北市是9例 这是过去 可以说两个月来 第一次我们台北市确诊人数 降到10个以下 所以目前我们在台北市 真的在社区感染的不多 就是说你在社区 被一个不明感染源 感染的百分比不高 大概17.6% 大部分都是被感染以后 回到家里面 然后传染一堆 我们大概就三个 目前就三大感染问题 一个是市场的 一个是医院的 一个是家户内 市场我们大概这几次 在北農反弹上 大规模的打疫苗 做筛检 这个也慢慢控制下来 现在最头痛的是家户感染 我们这家户感染 是广义的家户感染 不一定是说他们有亲戚关系的 比方说聚在家里打麻将 这是一个问题 同志团体也是一个问题 或者是大家合租一个公寓 也是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家户感染 在台北市是广义的家户感染 这是一个目前比较头痛问题 现在大家很关心的是 到底要不要解封吗 我们大概是这样 那么在疫苗一边 慢慢打越多了 我们现在是用很大的力气 你知道 几乎是用市政府 全部的力气这样抓 你知道 才可以控制在每天 确诊10例以下 我相信 只要一放开 马上就会回去 但是我们不可能 整个市政府 用这么大的力气 在控制疫情 所以最终还是要用 打疫苗的方式 新北市在今天新增10例 但是疫苗的施打率 却是相对缓慢的 就来听听侯友宜怎么说 今天新北市新增本土病例10人 居家隔离列管1065人 明天可以解隔83人 从5月1号到7月11号 整个曲线图 我们很清楚看到 我们从高峰期 已经慢慢整个趋缓下来 这个期盘的曲线 可以很确定的 我们确实是有效的控制疫情 不过我们还是要继续努力 在整个67岁以上 57岁以上的长者 在接种疫苗 一约22,664人 到了中午 已经接种了21,227人 接种率已经达到94% 至于第三阶段 我们今天就开始在议约 我们议约65岁以上 原住民55岁以上的长者 到7月12号 今天的中午 我们分配是116,174 议约了92,456 剩余23,718 已经议约了79.6% 除了我们的议约系统以外 准守 我们的整个医疗院的体系 还有相关的地方 都还有剩余数 请大家多多利用 国台铭的永龄基金会 跟台积电是确定买到 1000万剂的BNT疫苗 是跟亚洲代理商上海复兴谈的 红海创办人 国台铭在凌晨的1点半 采购签约都完成之后 就迫不及待 在脸书公布了好消息 12号深夜1点半 红海创办人郭台铭 脸书po文了 带来好消息 这时BNT疫苗已完成 相关合约签署 但话锋一转 也说还不能放松 因为还要催促 到货时间和数量 也在强调 这批是来自德国原厂直送的疫苗 甚至还说 这次疫苗采购 大陆北京当局 没有任何指导或干涉 只是前几个小时 上海复兴也才发出公告证实 但下头多了这条 说还受制当地使用 货批捐赠完成等条件的满足 难道还有地方卡关吗 据了解 11号晚上 指挥中心已经签完了 捐赠约 代表整个程序已经完备 12号早上 正月开记者会 CDC 已经完成了捐赠 7月的签署程序 达成了本专案 阶段性的重要进展 绿营说政府也是keyman 但台湾买BNT一波三折 这一次红海永龄台积电 买的疫苗价钱 说一剂是33块美元 包含运输冷链 新的标签制作 而之前东阳也曾谈判过 当时是38块美元 至于去年底 我们曾被已读不回的原厂值购案 则是每季43块美元 看来这次买的价格 确实是三次以来的最低点 林全的东阳 当时让他3000万季买了 台湾我相信 不会冤死那么多的人 但到底何时到货呢 传出最快也要9月 因为当初 红海永龄台积电 和总统府的协议 就是要德国原厂出货 因此就算现在 在上海复兴 手上有3000万剂的现货 台湾也不要 那只好跟全球其他国家一起抢 耐心蹲下去了 TVB的新闻 郑盛伟谭一轮 台北报道 为了加快疫苗的施打率 新北市在今天首度 启用了大型的疫苗接种站 有不少长辈呢 是特别从三重跟板桥等等 跑去五谷来施打 而这样的咏跃度呢 却似乎没有反应在数字上头 因为根据了中央统计 全台疫苗的剩余量 依旧是数双北是最多的 郝盛伟谭表示 这是因为有些长辈 在一开始的时候会有些犹豫 门口排了一圈又一圈 这不是在抢什么限量商品 都是来打疫苗的长辈 人真的好多 新北市首度启动 五谷大型疫苗接种站 预计要打四千人 等于每一个小时 就会涌入近八百人 但是未来这的可不全然 都是在地 就为了能打到疫苗 只好舟车劳顿 额北市十四号也将启动 大型疫苗接种站在花博 但这民众强打的状况 却似乎没反应在数字上 因为根据中央统计 全台剩余疫苗比例 以台东南投百分之四十八 四十七最高 但疫情重灾区的双北 却是数量最多 新北市还有三十一点二万剂 台北有二十三点六万 或许也还有一个原因 是很多民众 对疫苗既期待 又怕受伤害 高雄市长前其迈 发出催打令 毕竟高雄手上 也还有十五万剂没打 催打令加盟药 能不能见效 恐怕重要的 还是能否对这下药 万方医院在先前 爆出有三个人院内感染 调查之后发现 其中一名确诊的陪病者 是非法看护 也就是民众自己聘请的 尽管是有PCR检测 但没有打疫苗 也让医院很担心 会成为破口 而私人重建业者也坦诚 确实收到很多雇主赛问 何时能够替看护工打疫苗 台北市外方医院 在先前证实 有三名人员确诊 一人是病人 两人是陪病者 而调查后发现 其中一名陪病者 还是非法看护 也就是民众自己聘的 没有打疫苗 也让院方担心 会成为疫情破口 非法逃移宫 既是医院其中一个确诊者 让万方医院护理部主任 和市长柯文哲喊话 但不只医院担心 家中有请私人看护的民众 也很忧心 家属认为自行看护 家中长辈长辈长期相处 出入不止医院 有时还得到市场等场所 风险高应该比照 院内合约看护打疫苗 否则不排除 先找有打疫苗的医院看护 私人移工 中介业者则透露 近期有收到很多客户反应 希望看护打疫苗 呼吁家庭照顾工 也要列入施打对象 但以现阶段来说 看护优先施打疫苗 目前仅有在社福照顾机构 或居家和社区市长照机构者 排在第五类公费接种对象 其余还没被列入 北市新光医院也说明 尽管看护入内 都有严格检测PCR 但仍有潜伏期 自行看护确实有染疫风险 客温者认为 应该尽量以院内 打过疫苗的看护 来服务病患 但大多数长者请看护 还是以私人看护为多 更换看护 恐怕造成家属困扰 也没解决家庭看护工 没打疫苗 可能染疫的疑虑 而彰化新增一例 是20岁出头的年轻男性 尽管是自己独居 但是防疫期间 是到处的趴趴走 他的足迹还横跨 台中跟彰化两个县市 甚至还跟日前的 确诊个案有重叠 就怕会形成新的传播列 由于他也去过陆港 让原本非常期待 违解锋的小吃业者 非常担心 卫生局人员在彰化入港街上来回清销 彰化新增的确诊个案是20多岁年轻男性 防疫期间却还是到处趴趴走 到过中医庙买过饭包也买面包 就连台中市的百货公司都有他的足迹 跟他有过接触的便当店贴出公告停业 也强调员工都快筛没有问题 面包店同样强调都已经全面消毒 也做过筛检 其实都已经到医院快筛 然后半夜出炉的话都是安全的 卫生局表示这名20多岁男性 在7月2号发病后10号裁检确诊 虽然他一个人独居 但有跨县市参加社交活动 不但要追查感染源 更怕会形成新的传播链 跨县市的年轻人在互动 那有一些甚至跟之前 有一些公布确诊的个案足迹有充电 感染源还没有厘清 但彰化入港小吃业者 原本期待中央围解锋开放内用 看客人来客处如果是三个人 我们就留两本隔板这样子 不但买好隔板拉开梅花座 准备迎接客人只是开心 不到一天立刻落空 有一些游客会慢慢的 微解工出来玩 我们在地的居民也会出来买东西 现在如果又有确诊 当然就怕血上加霜 基于防疫考量 业者只能无奈配合 现在又因为新增确诊个案活动力十足 在鹿港留下不少足迹 更让当地小吃业者 跟着头痛了起来 一篇新闻 陈志忠 彰化采访报导 都还没有正式围解封 过去两天周末 高雄的新党港就有入了大批游客 但按照防疫规定 渔市场里头呢 一次只能够容许350人 但因为人太多了 全部都挤在入口处 还一度出现200公尺的排队人容 结果渔市场因此被勒令停业 两天清销 这是高雄新达港 11号下午的营运状况 民众陆续进入市场 乖乖戴上口罩 逐一挑选才买鱼货 但人潮从下午1点半开始 一直到6点半收胎 涌入了上千人 一度让入口大排长龙 原来按照防疫规定 新达鱼市场 最大人容量是350人 但光是周末两天 分别有3000跟4000人造访 让单一入口处 一度出现200公尺的排队人容 结果当天就收到 市府勒令停业的通知 先依照金发局的指示 先暂停营业两天 并配合实施清销 然后以昨天在外排队人流的人潮 我们近代下午今发局开会 结果通知做滚动修正 环保局人员沿着各摊贩喷洒消毒水 从12号开始连续两天大规模消毒 新达港渔市的粉针上也公布 因为没办法维持社交距离 停业两天消毒 让摊伤好不容易等到生意上门 结果又不能做了 心情像在洗三温暖 新达港摊机场 自即日起进行修饰全面清销 并进行防疫管制计划检讨改善 审核通过后使得复业 新达港渔市场一共有140个摊商 但从三级警戒之后 人潮瑞检仅提供外带 摊贩剩下70多摊 直到微解封前夕才增加到90摊 卖气回升 没想到因为游客人数瞬间涌入 能不能遵守相关防疫规范 导致整个渔市场被迫停业 让业者期待已久的微解封 未解先锋市 何时能做生意都还是未知数 TB新闻方志诚高雄报道 由于餐厅禁止内容 很多业者是跟外送平台合作 外汇团善的业绩增加了17% 是最多的 专家分析 民众已经习惯了外送的便利性 就算是未来解封 外送商机还是会持续下去 但因为近来放无薪假的人变多了 不少人就跑去当外送员 忙着接单拿货送道府 外送员一个个抢时间 尤其疫情期间订单暴增 外送员增多 外送商机越来越蓬勃 疫情期间餐厅都不能内用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座位区 都是空荡荡的 他们仰赖的都是跟外送平台的合作 就算未来疫情解封能够内用之后 这样跟外送平台的合作模式 仍旧是非常关键的所在 跟外送平台合作 然后就是还有一些 可能熟客会打电话来订这样 疫情爆发之前 本来就在跟外送平台合作 对就是这个部分就是 当然一定还是会存在 只是说价格可能就是 会在做调整 餐厅内空荡荡 暂时变成杂物空间 没办法解封之前不能内用 民众大多选择花点钱 外送平台点餐 经济部发现 餐饮业者提供外送宅配服务 加速量占品从去年的4月 57%到今年5月提高到64.8% 细项来看增加最多的第一名是外汇团善 从20%提高到37%增加了17个百分点 第二是饮料店从57%提高到69%增加12个百分点 第三是餐馆业 65%增加到68% 三个百分点 疫情期间各项外送服务都有协助提升 像我朋友他可能就是平常自己本来就很懒的出门 然后在家也不会煮东西 他基本上都是就是靠外送平台去 就是叫他的三餐全部都是用外送平台去叫的 群省都三级然后不能内用 其实对店家来说影响也非常的大 那当然他们也是很依靠外带跟外送员 下来帮店家下去做送餐的动作 客人消费者已经习惯了外送平台的 这个方便的服务 那当然他们还是会选择持续的使用 疫情延烧外送增加 未来即将解封数据是否会下修 专家表示消费者算想往回到餐馆利用 但人不放弃对外送餐 国外市场调查发现有百分之七十亿的消费者 他们未来会跟疫情期间一样 点外送使用甚至会点更多 民众消费习惯越来越微妙 蛮好用的 就你也不用自己走出门就可以买到东西吗 应该不会我都出来自己 买回家或买回公司吃 外带跟外送为主 因为内容还是有点危险 因为这个外送平台的市场 未来会继续蓬勃发展 应该会啊还是会啦 因为大家就习惯了嘛 青菜萝卜更有人爱 选择外送也是如此 但外送单多竞争也激烈 尤其疫情期间 无薪假员工变多 经济部数据显示 截止六月底前 住宿餐饮实施无薪假有两百六十七家 无薪假人数四千一百七十四人 占无薪假人数百分之三十点六三 居各业之首 比起四月底增加两百五十三家 三千九百六十四人 没薪水投入低门槛的外送行列 让这一块比越来越多人吵 无薪假的人变多了 那工作机会渐渐变少 也因为外送这个行业的门槛 相对的来得低 那那些 放无薪假的那些人 可能就是来到外送平台 来就业然后赚取生活的费用这样子 那当然对我们外送人来说 竞争当然也是会变大 疫情期间外送兴起 但随着方便性增加 民众消费上跟着改变 未来就算解封 这讲求便利性的外送商机 仍旧继续延续下去 TBS新闻烟运迷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TVBS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